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气质真好,穿连体工装服一样很儒雅。 出席重要的场合,男性大部分选择的都是套装。 自然的组合减少了很多的穿搭烦恼,且造型也不失大气感和成熟韵味。 但套装的款式风格分很多种,面对不同的场合,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式。 肖战的气质绝了,这身连体工装服依然能展现出自身的儒雅。 造型超级耐看,大家可以学起来。 1. 工装连体裤的时尚饭 第一注意整体版型 工装连体裤穿搭起来更方便也更简单,肖战选择了一身身蓝款式。 造型有种牛仔裤的视觉错觉,既保留了牛仔的不羁感,仔细观察也有种高级韵味。 虽然男性的造型不以凸显身材为主,但适当的造型烘托。 造型的时尚力会更高。 连体裤腰线的设计很重要,能更好甚至模糊身材比例。 达到显高显瘦的效果。 它这身就是最好的表达,干净利索也更有魅力。 第二精致细节。 细节是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它可以是一个个性的裁剪。 或者别致的花纹,总体都会让造型的品读性变得更高。 它造型的白色线条。 就让造型变得更加立体,视觉上做了引导,不会给人枯燥感。 唇色非常考验个人气质,自身魅力难以支撑又想展现男人味,细节非常重要。 小的图案和花纹都会让整个人变得更加精致。 最简单的就是格纹,日常都可以大胆利用。 第三工装风的特点。 和常见的成熟稳重风格不同,工装风夹杂了一丝不羁饭,造型也变得更加的年轻。 看多了日常千篇一律的西装,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死板。 而工装风在中间做了很好的调和,它比牛仔裤更有韵味。 无论什么年纪的男性都可以尝试。 二、不同色系套装的魅力。 第一白色系。 这个色系一眼看去就很明亮,但同样也给人十分狡气的感觉。 相对来说偏年轻的男性选择会更加个性,保留一丝青春感。 不过这个色系不太耐脏,日常出街要特别注意。 而且参加重要的活动场合,造型会特别亮眼。 第二雾霾蓝色系。 提起西装套装,很多人脑海中都是黑色,简单霸气又轻松驾驭。 但由于是男性最有魅力的单品,很多人会选择,要想在人群中更加亮眼。 颜色是最直接的展示和改变。 雾霾蓝不挑肤色不挑气质。 并且它还会将人衬托得更加雅致,有种翩翩公子的既视感。 性格温柔的男性可以选择,造型十分清新。 第三明亮色系搭配超西晴。 肖战的搭配思路和很多人相反,他更喜欢轻缓色系的组合,巧用白色。 让自身看起来更加活力青春。 在日常搭配时选择浅色系的上衣。 裤装完全可以选择白色,黑白都是基础百搭的色系,且白色更耀眼。 这身造型内搭和裤装都选择了白色,凸显了外套的时尚,整体的观赏度很高。 可以看出无论什么风格,肖战都能轻松拿捏,并且他的这些造型展示。 正是当下年轻男性喜欢的造型风格,面对不同的场合完全可以借鉴。 让自身的时尚水平变得更高,自动激发个人魅力。